光明之报做了骗鸡4年 我去讨论 然后去做了这份工作 第一天去做判班的时候呢 主管就跟我讲医生 医生 其实我觉得呢 你不适合这份工作 为什么呢 你知道呢 我一辈手一辈脚 当时呢 博文报里面的光明之报 是第一家是全电脑花用电脑操作的 那么我一边手一边脚啊 是能够影响我的操作的情况 所以 博文就说 你不能做这份工作 那我问你啊 如果你今天出去工作 老板跟你讲说 哎呀 你不能做的工作 你巴勒跟风冬冬枪啊 你不能做这份工作 你会怎么样 你直接 你可能会讲说 不做就不做啊 东家不达巴西家嘛 我可以找别的工作来做 对不对 但是我没有 如果我这样讲 我这样就没有故事了 但是我跟那个主管 跟那个老板主管说 要不要给我一个月时间 如果一个月我不能够做 我自动辞职 你也不用查我鱼鱼 从那一天开始 我每一天上班 每个人要排版的 我告诉你 几天基本 这个一版就是这样大 你要把它排 把文字排进去 把标题要把 把图片放进去 你要排呢 通常要求一个排版的人要半个小时 当时我一边送一边叫 排一个的版呢 是两个小时 探教 探主家啦 所以我就开始 六点半下班之后 没有回家 多四个小时到晚上十点半 在报馆中 报馆来练习我的排版 在一个月里面 我从两个小时 拿闹钟去上班 你们有听过人拿闹钟去上班 我是第一个拿闹钟去上班 答应我自己 答应我自己说 一个 从两个小时 担到一个小时 排版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捡到半个小时 到我离开报馆为止 是能没有超过我的速度 我一边所排版 只用十五分钟 把排版就排出来了 可以拍掌一下啦 我要告诉你 并不是要脖 要你多厉害 我能够有多的速度 如果我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我条件很差的人 我只有一边手 能够一边手的人 能够有两个小时 能够训练到半十五分钟 排完一个半 这样吗 就这样做 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 所以你不要给人家讲你 不要给人家影响你 可以说你是佛罗表 你是公呆 你就重要做完了的 你要相信你在你身上有无限的潜能 你能够能够发挥 你起码比我还好 你有一双手可以用的 你有一双脚可以用 我只有半边手和半边脚可以用 我都能散发 他能够激发我一定的潜能 去承认的工作 过了一个月之后 那个主管有一天在厕所后面 然后就拉着我 说 诶 医生来 我想跟你谈谈一些事情 他拉着我 然后就向着我答备 他说 对不起 我看着眼睛 我没有想到你能够做我这份工作 我要告诉什么 各位工作 赢得别人的尊重 不是要求来的 赢得别人的尊重 是你自己要努力来的 如果我今天因为这样的条件 因为这样的情况 我可以很快的放弃 人是容易放弃的一个动物来的 做不好就来拍他 算了啦 都没 说说去咯 是吗 我们很容易放弃我们自己 但是我没有放弃 就算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我面对这样的抗战 我没有说 哎呀 老板不请我就算了 但是起码我尊重我自己 我让自己有一个 这个机会来去改变的情况